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把孩子抱回自己屋 可第二天一早 孩子醒来 哭着喊着找奶奶 单单还是受伤 却只能自我安慰 孩子还小 不懂事 等长大了 自然跟自己就亲了 相信有很多人都与单单有同样的想法 但其实李美锦教授曾指出 在孩子最初的几年 谁养的就跟谁亲 对谁的心理依赖更大 出生的前三年 特别是刚出生的第一年 孩子会对照顾者产生情感依赖 很多人认为等孩子长大了 跟自己自然就亲密了 但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心理学研究表明 孩子到三岁才能形成课题稳定性 与情感稳定性 课题稳定的概念 在良好的养育环境下 孩子一岁半即可形成 而情感稳定的概念 在良好的养育环境下 要到三岁才能形成 也就是说 只有在形成这两个概念后 孩子才能承受与妈妈的长时间分离 否则孩子会将短暂的分离 视为永远的被抛弃 而这里的长时间 指的是两个星期以上的时间 看到这里 其实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我们身边有太多的朋友 更喜欢待在学校 或者工作在外 跟父母的关系都不太亲密 多半都是因为幼年时期 缺少父母的陪伴 跟父母没有建立好 情感依赖关系 记得曾在知乎上 看过一位网友 黎璐分享的故事 他从两岁起 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父母一直工作在外 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有时间回家探望他 等他七岁要上小学时 父母才把他接到了身边 但是正因为 从小跟父母的分离 使得他养成了 遇到了什么事情 不会找别人帮忙 甚至也不会跟父母说 能自己解决 都自己解决的习惯 对于同寝室的同学 经常与父母通电话 甚至一通电话 能打一个小时之久 他都感觉很奇怪 因为他和父母的电话 除了日常的问候 基本无话可说 更多的时候 都是母亲说着 自己听着 他说最大的感觉就是 和父母怎么也亲密不起来 仿佛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心理学家说 孩子幼年时期 是父母和孩子 建立亲子关系的重要时期 错过了这个关键期 很难再让孩子和父母 变得亲近 虽然我们无法选择 自己的父母 但是我们可以决定 自己成为更好的父母 这几年 在众多热播的育儿节目中 最熟悉的莫菲 胡可一家 即使罢评许久 也依然阻挡不了 大家对他们全家的喜爱 特别是胡可的育儿观念 获得了无数妈妈的称赞 胡可曾说 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忙 他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 因此他更加深刻地知道 父母陪伴孩子 是多么的重要 可是作为一名演员 胡可经常外出拍戏 导致的结果 便是和儿子长时间的分离 一次 胡可利用休息的间隙 赶回家看儿子 到家的时候已经半夜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 胡可忍不住都安吉说 看谁回来了 安吉揉了揉眼睛 憋着小嘴说 你都走了那么多年 我还能记得你啊 胡可愣住了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突然他意识到 自己小时候对父母的渴望 不正是安吉现在所面临的吗 从此 胡可过上了带娃进祖的生活 因为他深知 陪伴是对孩子最好的爱 也正因为胡可长时间的陪伴 给两个孩子带来了足够的安全感 与信任感 所以才有了 人见人爱的安吉 与小鱼儿 胡可将自己同年缺失的遗憾 用满满的爱 庆祝在孩子的身上 让自己和孩子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有一作家曾说 父母跟食物一样 都是有期限的 然而食物过期可以再买 大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其实孩子需要我们陪伴的时间 是很有限的 仔细算下来 我们真正能陪伴孩子的 也只有两三年 相信有不少的父母 看到这里都会抱怨一句 我不是不爱孩子 不想陪孩子 可是我这么努力 拼命地工作 还不都是为了给孩子 提供更好的生活 可是钱总是赚不完的 而孩子总会长大 孩子需要我们的时候并不多 一旦错过了这个年龄段 人的情感依赖是很难改变的 而孩子再也不会 如小时候那般 需要你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儿 陪伴是父母对孩子 最长情的告白 也是孩子一生安全感的根基 愿每一个孩子 都能度过没有遗憾的童年 祝各位晚安 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